真的很难想象有人竟然可以玩气球玩出了一个硕士的学位 还有好几个世界奖牌 32岁的气球达人李承浩玩气球已经到了神乎奇迹的境界 今天的新闻就要告诉大家 他是如何用气球来吸引人们的目光 还有如何把气球艺术推广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他是李承浩 从事气球艺术超过15年 去年曾和伙伴组队 用了近万颗气球打造出这座土地公庙 在意大利气球大赛中一举夺冠成为台湾之光 虽然在一般人眼中气球是小孩子的玩具 但对李承浩来说气球却是艺术创作的媒材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气球是一个玩具 当然它气球因为是玩具所以它可以带给很多人开心 但其实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创作的媒材 我们希望可以用这个媒材去发挥它的某一些功效 可能它在创作上我们可以去述说一些故事或一些议题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是要一边做 一边要看 你要从侧边看这个弧度 李承浩和团队成员正在研究如何做出南瓜马车 从支架的弯度 气球的大小配置 都必须精密的计算 我们在做马的骨架 就是有点像马的脊椎骨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的 用这个很粗的铝条 然后让它确定我们要的马的大小 然后等一下再把这个大小不同的球给结上去 李承浩跳脱气球只能用在展场布置 商业活动的范畴 他更把气球拿来说故事 举办艺术展 甚至还跟社区合作 教大家如何用气球做出可爱的玩偶 希望改变民众对气球的既定印象 感觉老师做起来很简单 可是自己亲手动的时候就觉得 还是很害怕气球会破掉 那你现在做到哪个步骤了 现在就是要折出南瓜的那个形状出来 因为应景现在是万圣节 所以主题是南瓜 虽然都是妈妈在做 不过因为跟小孩子会有一些互动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即便只有一颗气球 即便它还未塑形 大人小孩看到都会非常开心 目前李承浩正积极与社福团体合作 希望把气球作为艺术治疗的工具 让弱势族群也能享受气球的欢乐 记者游祥婷采访报导 记者 无论